我們這邊拔不是像一邊伯伯 這樣拔而已 所以我們要用十寶的縮型 再來百千種香 而且這個寶都有百千種香味 有香味的 我們的離宮合成 比如說西洋教世界的廚都是香的 這個老闆也香的 水豬也香的 廚也香的 是不像我們 我們去一間房子 剛去那時候裡面一定是臭毛毛 強烈枸 白枸 不然是什麼消毒水 不然是要防腐的 一定會有油水 比如說我們的木材裡面都有油水味 電風 冰箱 都有油味 電膏也是有 鐵線的味 那都是賣味 但是西洋教世界的東西 都是香味的 鐵線也香 電灰球也香 當然西洋教世界不用電灰球 每一個東西都會奉公 所以每一項從頭到天上的宮殿 老闆 甚至這些柱子 如果西洋教世界一支草也是香的 所以都是百千種香 離宮合成 好合理性的 所以這個寶不但是水還有香 好合理性的 那麼鴨是基廟 喬主靈天 那麼中央 裝飾 他的裝飾非常中央 非常奇特 微妙 喬主靈天就是 超過我們世界人所做的 這些主佈 比如說我們世界人說 這個工匠是世界第一名 這個工匠巧奪天公 那麼他做更好的寶蓮 秋季 這個裝飾品 逼到西洋教世界一支草也逼不過 所以超過這些人天 如果世界人所做的這些裝飾品 或是說現在你設計什麼 寶石 那跟西洋教世界比的好像小顆 好像小孩子用土粒粒的 跟米豆腐的教世界是不會比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西洋教世界 拿一項東西回來 那麼這個世界都無法做得出來 所以喬主靈天 包括天靈的才會中央 其鄉鋪分西洋世界 而且這種種種的香可以分西洋世界 西洋世界都拼得對 五三分吃改修不平 六分裏吃不出正感 那麼整個西洋教世界都全滿了香味 全滿了香味 我們到這裡到那裡到那裡都有這個物量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核電廠也有物量 比如說石化廠也有物量 連油唱也有物量 化學唱也有物量 每個人都有物量 那是我們沒有去看而已 我們如果去看 我們實在不敢吃 對不對 像我們以前有吃這個回鍋油 聽說現在那個 有物量分射膏 還有油再抽起來 讓你做外國有 所以這個中心的食感是物量 不是因為我們這個食感 西洋教世界是清淨 西洋教世界是最滿了香味 最滿了香味 那麼就不逆吃不出正感 如果沒辦法做到這樣 就沒要生分 所以我們說阿彌陀是造成這個 西洋教世界的大道中 這叫做淨拓 這個食感又如何做的 不會做的 也是要燒 也是要吸塵器 也是要吃醣 沒辦法做 沒辦法說 你想要做就要去新竹科學園區 要穿那太空衣去裡面去降 這樣就很難看 因為我們的生活 你沒有穿的頭髮也會穿下去,皮膚也會穿下去,金蓋也會穿下去 嘴巴也會穿下去,就不會穿了 所以在食鹽色裡面,或是做科科技的鋼琴裡面 就要不穿、不穿量 所以我們西洋球的世界上做到這樣 我們這個世界上是不可能的,做到這樣很艱苦 你如果說我如果想辦法,我一年都不用拼 那些艱苦了,進去你們家都要穿太空衣 還不可以落頭髮,還不可以落肌膜,還不可以落一個皮膚 這樣才有可能保持我們家裡乾淨了 但是那不可能 所以只有西洋球的世界的造法做到精透 再來有一個文章說 西洋球的地方是否無量不可思議,祝福世界中心之類 那麼西洋無量無變不可思議的活的世界 意思是說不可思議就是無量算不出來的活的世界中心 無量公民、祝福其體吃、心心流軟、超過淋天 又不逆吃、不出淨格 這是這個,剛才說鼻到香味 鼻到香味可以受傷 那麼這個地方是說祝福群、祝福群 西洋球的眾生如果無量公民、祝福其體吃 在這場,阿弥陀佛來祝福他講 抗拒祝他的身體吃 他心心流軟、超過淋天 那麼,他的心心可以流軟 會流軟 所以我們有一般的人說 佐穩的人 佐穩了很多人 佐穩了很多 CBS , chatter 會流軟 比如說,我們一般王生的人 西洋,都會平靂 那麼有很多人佐穩 左邊之後,翁姓身體會變軟 我們一般的士郎翁姓是都頂起來 頂起來,我們現在也有做警察 不知道看過士郎,士郎都頂頂了 我聽一個技師說他做警察 他有去看過百幾個 大家都頂頂,像插頭 你如果腳踏起來,頭也都刷起來 整塊就像插頭,這樣就頂頂了 我們黏很多人,很多都流軟 所以我們做黏後,水的合起來,眼睛會拿起來 像是民宿的變紅,這是水的糗 腳手會軟,翁姓會進去,擺腳會好起來 真的,翁姓也會變得 我聽一個資料說他們家的腳踏腳會變得 一個資料說他們的腳踏腳踏腳,翁姓會變得起 所以這就是這個地方 心心流軟,這條阿彌陀奉公照到 所以我們如果說我們老爺有翁姓 你就跟阿彌陀照到,怎麼會沒有翁姓 對不對,不然怎麼會軟 你就照到,阿彌陀奉公已經照到 一直標示阿彌陀,你幫你注意了 你幫他比較注意 阿彌陀已經注意了,不知道會軟 不然不注意怎麼會軟 我們如果說又頂尾尾 跟阿彌陀不相應,頂尾 這樣就可能阿彌陀公就沒有照到 現在就照到,我們心股就流軟了 有的人說要頂尾,要穿衣服的時候 這身股就已經流軟了 我們的標示阿彌陀有照到 阿彌陀跟阿彌陀照到更,也沒帶人 沒有那些事情 沒有那些事情 只要派更而已,不派人去 那麼照到更,心心流軟了 標示已經在到阿彌陀的列修 所以我們說,我們學部的翁姓 在望金阿彌陀也翁姓 所以這都是照他說 翁姓斷開之後,你到佛庚的佛教 阿彌陀奉公 所以這個所在說 公明祝祺體吃,阿彌陀奉公,列修了 然後呢,他的心心流軟 心就是身體,身體軟軟的軟 我們一般翁姓斷,一般師人都是軟軟 那麼呢,如果是這個 我們照到佛庚的人就會軟軟 這個心,心流軟 心就是說,我們如果有照到佛庚的 我們心會開心 我們不再要求,悲傷,萬壇 如果有照到佛庚的人都很大 這樣,不開心 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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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讓佛庚就這樣 心來開心,所以有的人民宿會變好 甚至有的人說,翁姓鳥比翅姓更好看 那就是因為阿彌陀佛化妝 阿彌陀佛化妝 阿彌陀佛化妝 所以民宿會變好看 所以有的人會標 這個心的流軟 的現實在他的臉毛裡面 他的臉毛會笑 紅 那麼會好看 那麼就標示說,佛庚的佛庚 他照到佛庚了 照到佛庚了 不開心 不開心 這樣 你看到佛庚一定是不開心 如果說很不開心 看到佛庚不知道 就是這樣 我看到安心座座 很恐怖 很恐慌 那麼這是說 有些翁姓的人 在出了很大的異瓦 太多的異瓦 太多的異瓦 在看那些民宿 翁姓的民宿 全部都恐怖 有嗎 有些說 彭氏的 或是說財爛的 或是說太多的 或是說太多的 他沒辦法接受的人 他的心理狀態 他也會表演在他的民宿 對 所以 他那種的翁姓者會看 很悲傷的 很艱苦的 很恐怖 這樣 因為他的心臟 所以 他 心臟是這樣 所以表現的民宿 是這樣 我們在這條佛庚照照的人 那麼 他的民宿會好看 所以這個說 心心流軟 超過的靈天 超過的這個 一般的人 一般的天靈 那麼 就不理解不出的靈靈 所以說 這就是阿彌陀 他發援了 希望眾生 如果有這些眾生 讓我奉公照的人 都會這樣 他為什麼要奉公照 因為我們有做念 他有念佛 所以阿彌陀 有方向他照 那麼 沒有人沒有做念 不知道要念佛 那麼 沒辦法跟阿彌陀相迎 那麼 表示這個人 阿彌陀相迎 已經跟阿彌陀相迎 到阿彌陀 不懂得跟著 跟著 不懂得辛苦的軟 心裡的歡喜 那麼 這樣 就不用說 又煩惱 有翁星 沒有翁星 阿彌陀既然 已經照著 跟著 那麼 他流軟了 那麼標示 阿彌陀一定會立手 立手 所以這個 心心流軟的怨 再來看第十項 第十項 說 心悟得佛 十方無量不可思議 祝福世界眾生一類 那麼 也說 十方不可思議的眾生 無悟命理 不得菩薩無心法令 祖心忠祈 假不出正確 那麼 從這裡開始的 都會說 聽到無悟命理 都是說 聽到阿彌陀佛的命理 命理就是阿彌陀的符合 他的命好 比如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34 35 36 37 都說無悟命理 還有 41 42 43 44 45 也是說無悟命理 最後47到48 也是說無悟阿彌陀佛的命理 那麼 如果再加上 18 19 20 這個阿彌陀佛的命好 乃是10年 還是說 智心 包括智心悔用 那麼這都是阿彌陀佛用他的命好 來理 要中生的 所以這幾個元都是 聽到 無悟命理 那麼我們現在看這個34元 那麼我們現在看這個34元 無悟命理 不得菩薩無心發音 然後呢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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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藥點 我們先看這個35元 說 他說 神父的德佛是方無良不可思議 自世界 其他如人無悟命理 你會發佛心 發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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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 覺得重點就是一隻 文悟命理 要發佛心 發佛心 發佛心 所以 可能這個 從34 開始35 36 37 到後面 文明理 都要發佛心 發佛心 發佛心 比如說 我們這個 我們看倒數第三項 這37 說神父的德佛是方無良不可思議 自負世界 自天人民 文悟命理 聽到我的命理後 五體到達 客修作利 發佛心禄 修菩薩行 這也是這個重點 就是聽到阿彌陀佛的命理後 可以頂禮 之後 發佛心禄 修菩薩行 可以發佛心 來修菩薩行 那麼我們現在的第十一項 十一項 第六項 就是四十四項 四十四項 十四項 十一項 正面的第六項 說 神父的德佛塔風國土 主菩薩像 無無無名理 發佛心禄 修菩薩行 這也是一樣 所以 我們有的人會說 有什麼 無無名理後 就說 在這幾年 這麼多公典 我已經聽到 有什麼 我沒有 我們會這樣想 有什麼 四十八項 聽到命理 為什麼 聽到符合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 那就是 重點 就是這個時候 要發佛心 有修菩薩行 所以 我們現在回到第十項 所以 如果是照這樣的意思 每一個 聽到 那些名字 後 都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 發佛心禄 發佛心 就是 叫做 修菩薩行 這樣後 比較有辦法 得到才會講到 不是說 我們聽到 聽到 大家都聽到 但是 是不是有發佛心禄 有發佛心禄 所以 如果依照 三十五元 三十七元 到四十四元 他所說的就是 聽到符合後 要 發佛心禄 發佛心 發佛心 這是說 五體 到達 啟秀 做禮 要頂禮 要發佛心禄 發佛心 所以 可能 可能 這個元 的 肝臘 其實都要 要包括到 這個 條件 就要發佛心禄 發佛心 會再來 受菩薩行 那麼 我一句話說 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 聽到阿彌陀佛 之後 可以發佛心禄 發佛心 受菩薩行 吃 一切 所有元 改得留意 一切元 都可以生成 只要 我們可以發佛心禄 發佛心 吃 那麼一切的公爹 都可以 達佛 那麼 如果 聽到無法 發佛心禄 發佛心 雖然 這個 四十八元 裡面 聽到名字好 怎麼怎麼 但是 我們不一定會得到 所以 重點就是 要有這個 發佛心禄 那麼 我們看 第十一項 那麼 因為現在開始都說 無五名利 都就是說 阿彌陀佛 名字好 的公爹 說 生五得佛 十方無量 不可思議 自佛世界中心 自律 這些中心 無量無法的中心 無五名利 聽到我的名字後 我們再加上 剛才那句的條件 要發佛心禄 受菩薩行 如果他可以發佛心禄 受菩薩行者 不得菩薩無心 發念 自欣 終始者 不出情感 意思說 聽到阿彌陀佛 的名字後 如果他可以發佛心禄 發佛心 受菩薩行者 那麼 如果他無法得到菩薩無心 發念 自欣 終始者 我就不出情感 意思是 如果有人聽到 我的名字後 發佛心禄 佛心 佛心 受菩薩行 那麼 他將來一定可以 立到菩薩的無心發念 無心發念 就是對於一切法 不生不悲的主法實相 可以 忍客在心 叫做無心發念 例如說 我們心經裡面說 是主法空上 不生不悲 不果 不精 不精不減 我們常常在念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意思 阿彌陶 有一天 我們知道 什麼不生不悲 不果 不精 不精 不減 我們有一天 我們就會知道 知道了 就是過去的祖書說 但在記迷就好笑 不開瓣 那時候的祖人就會開瓣 我們如果看到阿彌陶 祖人知道我 就說 什麼有這個無心發念 那麼 對於一切法主 或空上不生不悲的事情 我們可以忍受 對吧 什麼有這個不生不悲 比如說 心經說 叫做無心發念 對吧 無色 受傷行色 那麼 比如說什麼有這個色 比如說我現在瘋子疼 明明就瘋子疼 你怎麼說我沒有瘋子疼 我瘋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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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疼 我會疼 那麼這個 當下都是實在 但是我們如果有一天 正到無心的時候 瘋子疼也不疼 瘋子疼也不疼 腰疼也不疼 腰疼也不疼 人家幫我們捏 沒有人家幫我們捏 用刀幫我們抬 也沒有人家幫我們抬 那麼叫做無心發念 就是說 當下他就沒有 不生不別 我們今天來抬台 甚至金光經裡面說 你們六仙人 他今天抬台的時候 他說沒有了 我們不要說抬台 我們去煮一個時候 我們很怕 開一個桌 我們也去做 醫生還幫我們煮肉 我們也會怕 會恐怖 但是 人家那些菩薩收到 說 不然煮肉吃過 也都有過到沒有過 一樣 那叫做無心發念 就是說他可以 認可 說 一切法當下不生 既然不生 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 哪有什麼腰 什麼爛 什麼鬧 什麼痛苦 什麼肚子痛 什麼頭腹痛 也都沒有 沒有了 那麼所以叫做無心發念 那麼我們修行 就是希望可以 達到這個無心發念 就是我們心經說 關主在菩薩 行親發財無路密度時 照見五雲皆空 那麼知道一切不生不別 現在有人幫我們抬 沒有人幫我們抬 沒有人幫我們抬 我們現在腰也沒有 沒有腰 人幫我們打 沒有人幫我們打 人幫我們抬 沒有人幫我們抬 他可以做到 說 有跟他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無心發念 如果有人可以 真認真 聽到我的名字 後 信心歡喜 歡喜心路 發佈的心修菩薩行 將來一定可以得到 無心發念 一定可以開悟 正到發生 不生不別 那麼 再來說 主親中期 種種真親親親的 這些中期 中期 中期又簡單說 就是 七仙不實 七惡不生 叫做中期 什麼叫中期 就主惡目所 中仙奉行 中期 對於 中期 凡是一切奧師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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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做中期 一個意思 所以說 無奧不斷 無仙不折 所以說 主惡目做 中仙奉行 主情基義 實主御教 那麼這可以中期 神奉行 都可以試 無人 我們 無法試 雖說 不行說 要綠喀喀說 心理說 不行想想 一直想 改讲的不讲,改做的不做 不改做的一直做 那么这就是没什么识 这个宗识就以仙欧来说 无欧不登、无仙不修 叫宗识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宗一切法识一切疑 就是说以教理来说 为教理来说,我们刚才说的宗识是说为行为来说 为行为来说,我一切欧一定可以登 我一切先可以宗识 那么这叫宗识 现在为法里面,为我们的宗识来说 佛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可以了解 叫做 那么佛所有一切诸律,我们可以明白 叫做识 为宗识来说,佛所有一切诸律,我可以了解 佛所有一切诸律,我可以宗识 这是叫做主亲宗识 所以,如果用这两种解释 就会说,为宗识律,佛所有一切诸律,我们可以宗识 为行为一切诸律,我们也可以宗识 都可以收,都可以收就对了 所以,这个说,如果我们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那么,欢喜心路,受菩萨行的人 将来一定可以证到无声法令 那么,可以祈福的一切法 告吏 也可以祈福的一切清静行 我们可以当欲俗生,这样宗识 那么,简单说呢 我们可以联阿弥陀佛 听到佛的名字后 然后,欢喜心路,佛菩萨行人 将来,我们一定可以信仆 可以了解一切诸律 那么,把一切诸律表现在我们的心求 他的行为当中 我们都可以去实践 不是说,因为我们世界的人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宗识 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无声法令 所以,我们圣语教世界的众生 就有法度这样 那么,这是听到佛佛的这个公帝 再来说,这是刚才34完 再来35完 说,生后的敌佛是方无量不可思议 祝福世界 那么,这么多的世界 既有如人,无无名利 那么,这块呢 是说乌奏听到佛的名利 欢喜心路,佛菩萨行人 如果它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后 欢喜心路,佛菩萨行人 并有如心 并有如灵心的如中心 受众之后,让它乌奏吃不出经隔 如果有如奏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后 他发喜心露佛菩的心 我们的自修菩萨行 他发这个心 那么他突压厌恶这个流心 流心就是说流重自心 那么有什么厌恶呢 我们在这佛经里面说 流心的心心的 病苦更多 烦恼更多 比如说心的病更多 流重的病比男重的病更多 那么种种的不方便 我们只要生小孩 餵小孩 要平小孩 那么这个就是流重心 男重也不用生小孩 也不用餵小孩 丁丁丁 不然这些麻烦的事情 所以流心的病苦多 那么流重的心流落 那么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疾度 很多 那么所以厌恶这个流心 那么如果有流重厌恶这个流心 受众质后 福威流上才不出政革 那么他后四人 这些人绝对不会再做流重 如果有人 不会再做流重 不会再做流重 就是说我们离这些新心的 这些 这些禄世 病苦 那么绝对呢 他如果有厌离这些 老四人就不用再做流重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网 所以这网就是专入行蓝 如中专着的蓝酒 那么就是说听到有效后 欢喜心的发布的心 再来36个人说 生活的地区是方无量 不可属于 祝福世界 祝福佛三久 文化名字 听到我的名字后 那么我们刚才说 如果再加一个条件 就是 欢喜心路发布的心 后受众质后 上受繁星 寄生佛得 流不逆脚不出政革 那么我们如果有人想说我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后 我后四人 我要受繁星 最受繁星 什么叫繁星 繁星就是清静星 在佛 清静 或者是出佛 清静 所以 如果是受仗后 如果他出佛来说 你想要给四人出佛也可以 受仗后 后拜后四人 我们可以受这个清静星 繁星 心求于 三秒清静 叫做繁星 或是受这个戒定灰 三合 无老的三合 清静的三合 这叫做繁星 所以我们要厌离这个物量 厌离这个欲爱 希望说我将来 受仗后 后四人可以受精静星 到奈子生分 都可以 流不逆脚不出政革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听到 福利明后后可以发心 来信守阿弥陀佛的宗谱 然后来发佛体心 受菩萨行做种种的宗谱 那么这个福利明后就有这么大的宗谱 可以让我们开枯 可以让我们修持福化 可以让我们专入做栏 那么我们专入做的这些美国 不如他的事情 甚至可以让我们 后四人以后 我希望 受这个清静星 我没有在材贼修 我要出贼修 受这个清静星 也是可以流亂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 要有一个条件 你不要说我 心差够外 来说我四人要出贼 要想说 我说我也要开始要信心 欢喜收菩萨行 要佛体心 要好好收 不是说 听到这样 我后四人就要做南乡 我后四人就要出贼 也是要收这些宗谱 那么如果有佛体心 这样收 就能流亂的这个宗 那么这是三十六宗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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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Zither Harp 阿余阿余 阿余 阿余